新的一天,爱德华元气满满,闪亮登场 刘云龙在胜算中仍然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发挥 刘云龙还是那个追求艺术,用心演戏,精以求精的刘云龙 面对敌人时,刘云龙拿的是相尊爱情刘龙的剧本 一个说话结巴颇有喜感,是有点脾气的心差 代号瓦吉姆 这也让胜算的开场多了几番喜剧的感觉 而在和自己人在一起的时候,唐飞迅速恢复了刘云龙的冷静 盖恋和果断的神情和言语,尽管胜算不是柳云龙导演 但是依然呈现出柳云龙谍战剧不紧不慢,渐入家境的风格 随着剧中各路人马依次登场,演员们也逐渐进入角色 老戏谷李立群,梁冠华等宝刀未老演技在线 两位分别饰演的方厅长和服员局长 作为反派人物智商在线,一开剧便沉浮颇深地将试探和谋划初步展现 让观众们对接下来越来越紧张的剧情充满期待 日军很快就收到了苏联方面开展了秘密计划的消息 迅速展开了对瓦吉姆的抓捕行动 保安局科长蔡孟受命执行这项特别任务 并盯上了一个可疑的苏联人鲍里斯 就在此时,蔡孟发现警察厅特务科线人李子龙也盯上了这个苏联人 为了不让李子龙搅局打草惊蛇,蔡孟偏打电话给唐飞 举报李子龙跟踪自己并意图谋害 借唐飞之手把李子龙抓起来,进而牵制李子龙的行动 所以,唐飞出场的第一幕是帮美女整治流氓 蔡孟自以为在利用唐飞,却不知正撞上了枪口 李子龙扛不住拷打意外吐露出自己跟踪的其实是苏联人鲍里斯 唐飞因此得到这个关键情报,随即赶紧通知鲍里斯 并打算安排一场抓捕的戏码帮鲍里斯打掩护 没想到本来答应好好的鲍里斯又决定撤离了 还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把唐飞约出去见面 本来盯得好好的猎物突然跑了 日本人肯定怀疑警察听出了内鬼啊 而唐飞显然是那个嫌疑最大的人 既要把自己的嫌疑洗掉,又要在多方面势力之间周旋 扮猪吃老虎这就是唐飞的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饰演李子龙的演员就是本剧导演殷飞 一上来就是大行伺候,简直史上最难导演 挨了一顿毒打后,角色立马反转,唐飞变成了阶下窮 导演就开始报仇了,直接就上了电行,好家伙还挺狠 幸好蔡萌及时出现,把唐飞救了下来 这才保住了小命,还真是深藏不露 几句话就顺服了服员和家藤 不愧是女主,极美貌与智慧于一身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处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